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92集 夏小兰往返于鹏城和京城之间 等她第二个周末去鹏城时 叶小琼和原家之间的事总算有了个了断 原家报案,叶小琼绑架敲诈一事 因为证据不足,叶小琼被无罪释放 叶小琼反告原汉盗卖祖传字画古丸一案 正在侦查中 就算没有盗卖字画一时 原汉受贿五万港币现金 加上若干礼物,证据确凿 不仅要被开除公职,坐牢也是坐定了 周文邦受的影响一时还看不出来 周家丢了大脸是肯定的 原汉是周姨老公,又受贿又搞破鞋的 听说消息传回京城 佟丽丽等人每次聚会 必拿周姨出来当反面教材 很长一段时间 周姨都没脸再出现在京城的交际圈子里 出国继续进修 反而成了周姨唯一的选项 要真是念出个名堂,有了点成绩再回国 别人才会对周姨做的蠢事,一笑了之 那就是周姨年少轻狂嘛 谁不犯点错误 但周姨要一直不能翻身 别人说话肯定就特别难听 会嘲笑她一辈子 周文邦和蒋红也会是被嘲笑的对象 哪怕不会当着他们一家三口说出来 走到哪里都要面对异样的眼光 心理承受力稍微差一点的 真的是扛不住 叶小琼被无罪释放时 周姨也出院了 袁翰在收押期间还没宣判 周文邦以最快的速度 为周姨拿到了离婚手续 他出院的当天就恢复了单身 这些天蒋红劝了周姨很多 母女俩也重新开始交流 你赶紧出国 语言学校的考试还没过 不申请个好学校 你就别回国了 孩子我给你带着 我从去年起就有退休的打算 这次回京城 就提前去办退休好了 又上班又带孩子 蒋红觉得精神不济 这两年她也被周姨折腾得心力交瘁 人的精神面貌大不如前 干脆提前退休 专心在家 能照顾周科 也能照顾周文邦 蒋红本来也是个 对事业没有野心的女人 她在工作上的成就远不如官惠额 现在退休亦不觉得可惜 周姨从前混吃等死 多少有蒋红的影响 蒋红就觉得 周姨嫁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就行 从来没有催促过周姨去努力奋斗 经历了这么多事 蒋红的观念早就发生了改变 说要退休 她自己也挺不舍 她还不到退休年龄 只能提前办病退 内退 日子倒是清闲了 拿到手的收入 却比上班时少 蒋红担心周姨在国外用钱会紧张 到时候她和周文邦拿不出更多钱来 这种焦虑被蒋红深埋在心里 不能说出来让周姨一起担心 然而周姨这个缺心眼真是有长进 起码她知道了父母对她的付出不是必须的 她妈妈要退休还不是因为要帮她照顾孩子 那个孩子让周姨难以面对 可她能不管吗 孩子又没有选择权 投胎在她肚子里 被她生下来 成为她和袁翰的女儿 周姨红着眼眶 妈 我不敢去见我爸 我给家里丢人了 我也没脸面对我爷爷奶奶 家里的亲戚 外面的人 我要给你们争口气 我就还得回美国 我到了美国 一定要念出个名堂来 周克的生活费 我也会定期寄回来 江红想拒绝 家里经济还没紧张成那样 一个小孩子吃吃喝喝能花多少 但夏小兰轻轻摇头 江红就把没出口的话憋了回去 周姨有志气是好的 能不能正道先不说 但周姨总算学会 开始承担责任了 她没说把周科 甩给江红和周文邦养 喜不喜欢周科是一回事 孩子是周姨生下来的 她至少知道要承担生活费 周姨姐 我觉得你不回京城也行 先回美国完成学业 这件事是头等大事 你给大伯父打个电话 不要让他担心就行 周姨这口劲啊 也不知会不会憋到中途就散掉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趁着周姨有冲劲 赶紧把人弄回美国才好 夏小兰觉得 给周姨自怨自艺舔伤口的时间 不如让她把痛苦和悲愤等情绪 都变成努力的动力 周姨给周文邦打电话 周文邦语气冷静 周姨也没再哭 对周姨马上出国的事 周文邦非常赞成 周姨 你记住 我和你妈能保护你一时 保护不了你一辈子 等我们都没有了能力 谁能替你遮风挡雨 将来 可能还需要你反过来 替我们遮风挡雨 包括周柯 他还这样小 你要是不想他将来 被人嘲笑没有爸爸 你不仅要当好一个母亲 还要承担起父亲 这个角色的责任 路是自己走的 磨得满脚泡怪谁呢 拦也拦过 却也拦不住周姨 只有等他自己撞得 头破血流 才有长大的一天 付出的代价 也太大了 周姨挂了电话 心里压着沉甸甸的石头 理了理头发 小兰 我能不能和你聊一下 就我俩单独聊 周姨要和她聊什么 夏小兰一口答应下来 蒋红去给周姨办出院手续 干脆避开了 周姨一开始是低头 慢慢抬起了脑袋 对不起 过去的两年 我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我知道自己的自私 伤害了很多人 我的想法偏了 体会不了别人 对我的善意 还误解过你 也嫉妒过你 你不帮我和袁翰说话 我还怨恨过你 我想向你道歉 不管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还是要说一声 对不起 周姨姐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不 没有过去 我这些天躺在病床上 也没别的事做 就只能一遍遍 去想这两年的事 一件件 一桩桩 我错得非常厉害 我把自己过得糊里糊涂的 我辜负了你们很多人的善意 像我这么糟糕的人 在飞机上 都能碰见一个优秀的朋友 这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周恩 我是说叶小琼 他故意接近我 是为了报复我 我不由多想了一点 在美国时 还有一个帮助我特别多的朋友 齐渭 像我这么讨厌的人 齐渭为什么要对我那么上心 小兰 是因为你对不对 你让齐渭帮助我 他才会对我上心 周姨不是对齐渭失望 是不是被欺骗 要看对方的出发点 齐渭真的一直在鞭持他 努力学习 这样的欺骗 又不是为了害他 那齐渭为什么要帮他呢 周姨想来想去 只能把疑惑 落在夏小兰身上